大家好, 華記4月7日報導 今天說說李家超只是唯一一個候選人 不會像以前競選特首時會有矛盾 又有唐營、又有梁營、又有林鄭營 現在只有一種營, 叫做香港營 你見到李家超很特別 他現在有一個再出發大聯盟全力支持他 大家知道再出發大聯盟 即是團結基金、董建華、梁振英都支持李家超 同一時間你也見到唐糖的陣營又支持李家超 然後你見到林鄭班底又過底 即是意味著群星拱照 這個群星拱照在政界來說 就叫做正通人和 即是福將來的李家超 因為他可以團結到多方面的勢力 現在正在行類似一個澳門式的選舉 所以真正可以獲得188位以上的選委會票 相信李家超就坐定粒錄 一定可以做新的特首 會不會找一兩個人去幫助他跑馬仔 你也要有票出閘 如果閃師傅想出閘 當作陪跑可以嗎 你也要有188票才行 你現在在這個情況下 很可能 只是唯一一個候選人就是李家超 這樣就不會有撕裂了 全部人就投票 看看他有多少票 數一下有1500個選委 究竟是不是有1400個都一條心呢 這裡可以量度一下 我們那個選舉 香港未來齊不齊心 今天4月7日 風水佬十年八年了 老點你 我5月就告訴你 如果選票是唯一一個候選人 他是有80%以上的簽票 即是過千票支持李家超 即是告訴你 他可以團結到香港大部分的不同政黨背景的人 這就是正統人 所以這個意義更大 不是說一個人哪好看 不是的 一個人更好看 看看他一個人有多少票 納到多少%的票 你看到今天很多大MASTER出來支持 包括 詳實李澤巨 高度讚賞李家超 說他有經驗 有能力 還有愛國愛港 譚耀宗 就是他的競選主任 看到港人港地 是他的大公關 大家都知道 無論你糧粉也好 糖粉也好 林鄭粉也好 全部人只有一個營 叫香港營 所以接下來選特首也好看 看看他有多少票 我們都希望香港安定繁榮 如果沒有內部撕裂 沒有派系的鬥爭 我們香港 遇到疫情這麼大件事 我們都可以齊心面對 好了 明天4月8日 9日、10日 我們就要配合 政府做一個快速測試 如果你中了就上報 如果你不中的 就不用報 因為這是政府的規定 在這裡祝大家平安 因為現在上海很重要 因為上海今天有1萬9千多宗 大家和上海加油 上海加油 我們支持你 上海其實都是因為拜香港人所賜 因為香港人呢 上去上海隔離 然後連上海現在都 有1萬9宗了 然後上海飛去茂名 然後茂名又封了 由上海去其他地方 其實 始作俑者就是香港 香港真的很對不起祖國 即是陀須家 希望祖國 累理風行 在一個動態清零極速的情況下 控制好疫情 我們就拭目以待 接下來的跑馬仔 李家超可以團結到 有多少票支持他 當選得手 今天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